OK我们再往下看一些例子 比如说我现在想 把所有的基数 从0到9全部加起来 那我正常的方式是说 我会写一个复循环 对吧 0到9 然后如果这个i除以2 是余1的话 有个余数余1的话 我会把我这个number 给append了进去 我会把我这个number append了进去 那我可以这样的去写 那我刚才也可以说了 我可以通过修改它的step 我可以通过修改它的step 我可以得到这样的一个功能 对吧 我甚至可以通过 对这个就是我刚才做了一个例子 实际上刚才已经做过了 我可以通过修改它的step 从1开始一直到10 然后每一个间隔2 把它给打印出来 那这个就是一个一些例子 然后还有一个更好玩的例子 那就是什么呢 我想把这个 我想把这个 那这个例子实际上刚跟我刚才一例子一样的 也就是说 我对于这个复循环而言 我加了一个filter 我这边加了一个filter 我并不是说把所有的i全部都返回 我这个filter是什么呢 当我的i除以2于1的时候 我才会把它返回回去 那你看除以2于1 那肯定就是一些奇数嘛 对吧 从0开始一直到9 包括9了 把所有的奇数返回 所以这边打印出来的就是13579 对吧 我可以通过这种一行程序 我就可以得到一个很复杂的一个逻辑 我本来可能需要写个四五行 我现在只用一行程序 我就可以达到这么一个逻辑 OK 那我下面再来看一个最难的 我现在想返回一个这个东西 我现在想返回一个这样的东西 也就是说针对于每一个是3的倍数的数 我先减1 然后做个平方 那我正常的情况下 我会去写一个这样子的东西 也就是说我从1开始 一直到500 对吧 我去取500以内 square 500以内 然后当我的这个i去除以3于2的时候 那也就相当于3减1是于2嘛 6减1等于5也是于2嘛 对吧 然后当你这个数字的时候 我会把i乘以i给append了进去 那可以这样的去写 那我用这个comprehension怎么去写呢 你看 首先我会有一个for循环 那这个for循环 跟我这个for循环是一模一样的 对吧 这个for循环跟我这个for循环一模一样 然后紧接着跟我的一个filter 这个就是我的一个filter 对吧 你看我这样子写法 和我这样子的写法 实际上是非常非常类似的 只不过它在语法上稍微有一些不同 那首先是去看你这个for循环 然后去看你的这个filter 看完filter之后 你filter之后你要做的什么事 我这边filter之后做的是i乘以i 也就是说 在我这个范围之内 当我这个condition满足的时候 我会把i乘以i 加到我的这个list里面去 对吧 那你看我现在这个程序 我现在这个程序返回的结果 跟我上面那个结果 实际上是一模一样的 对吧 现在结果返回的这个结果是一模一样的 那这个东西是一个什么东西呢 这个东西实际上是一个叫一个呃 这个你看我其实用一个list去接收的 如果你不用list的接收 它返回的实际上是一个generator 那我在下堂课的时候我会说到 它只是它实际上它它返回的一个data type 是一个generator 那我下堂课会去说到 然后你可以把generator里面的呃 你可以把generator里面的很多很多number generator is not defined 你可以把这个generator里面所有的number全部把它给打印出来 对吧 就如果说你需要generator的时候 你可以通过这种网子的方式 ok那我这边也就差不多了 然后separate separate number ok separate number就是说我呃 我有一个list对吧 我有一个list 我现在是用那个random 我就random generate一个list 然后呢呃 呃我这个list是是一个random的它的它的是范围是从0到10 然后我设置一个target 然后我可以把这个list的你看我通过两个list的comprehension 我把这两个list的给separate开 一个是全部大于5的 一个是全部小于 呃一个是全部小于5的 一个是全部大于等于5的 我可以通过这样子的方式 我把一个list的把它分开 对吧 那也是一样 我给你一个for for循环 然后一个condition 然后满足这个condition的number 我把它放到这个list里面去 那是这样子 那下面这个都是一样 那还有一个就是nested nested的话 那我一会儿到讲for循环的时候 我会来讲更多 好吧 一会儿来讲for循环的时候 我会来讲呃 更多的和和这个for循环相关的 然后这边也有一个performance的一个测试 那这个performance的测试 一种方式是这种加法 我们刚才已经说了 这种加法实际上是非常效率上非常非常慢的 你如果只有两三个字母呃 去做这个加法的话 那还还可以接受 如果你这边数字可能有上百个上千个 那你这块的程序速度就会非常非常慢 那于遇到这种你需要做string的这种呃 加起来把string一个一个tatch起来 那我们经常习惯上的怎么样 我们会去用一个list 我们会去用一个list 然后去用一个list的接收 然后最后呢 我们会用这种drawing 把这个list convert成一个string 对吧 我们会把这个list去convert成一个string 那这是在performance上 会比这个做string的加法要要快一些 那我们刚才实际上在讲string的时候 我也说过用string的这种加法 它为什么慢 我也说过了 那行 那我差不多花了两个多小时 我才把这点东西讲完 我后面还有不少东西 我不知道今天能不能上完 那大家先休息两分钟吧 那我们呃两分钟以后我们再回来 ok 那我我就不休息太长时间了 我们继续讲 因为有些东西 我希望今天能多讲一些吧 不然我的话 我的计划完不成了 那刚才有个同学问这个zip zip函数的应用 那实际上在在这个金融领域上 应用还是挺广泛的 那可能我不知道大家对金融领域知识了解多少 那比如说我说一个简单的呃我们我给你一个这个嗯 我给你一个你去去银行存钱对吧 那我银行存钱他有利息他有这个呃存几年他有利息 然后我需要去计算我们把它叫做一个呃现现现现金流 cash flow我们要去计算现金流 那你计算现金流的时候你就要去考虑到比如说通货膨胀率啊 或者是呃在讲反正在讲金融领域的时候 你要把所有的钱明天的钱全部带到今天 然后你要把所有的钱全部带到今天 然后去计算今后你收到的钱 你在今天值多少钱 我们就这个东西叫做计算他的这个现金流 那你就需要明天的钱肯定不如今天的钱 比如说明年的100块钱肯定不如今年的现在的100块钱值钱 对吧 你就需要把明年的那100块钱折算成今年大概值多少钱 可能是值99块钱 那你就是说我给你一个现金流 比如说今年收到100明年收到80后年收到70对吧 然后我再给你一个打折 就今年的钱相当于是百分之百 一块钱就是一块钱 明年的一块钱相当于九毛钱 后年的钱相当于八毛钱 我给你一个打折的一个比率 然后你需要给我计算出来 给你一个现金流 给你一个这个每一年的打折的一个比率 我需要计算你这10年之内所有的现金流 你折算到今天相当于多少钱 那你想我给你两个list 然后你就可以用zip的这种方式 把所有的这个东西全部给我加起来 对吧 那这个东西我们就可以去用用用用用zip 那其实在金融领域上 这个这个这个东西还是挺常见的 OK我们下面继续上课 那其实之前的那节课呢 我已经cover很多很多东西了 所以这边呢也比较基础 可能我稍微就带了稍微快一点点 如果有同学有问题的话 可以在微信提 然后我可以稍微再说慢一点 那我们这个sequence 我们刚才已经说过了 对吧 condition condition我们其实上也说了很多了 比如说我们刚才看了了while循环 也看了这个for循环 对吧 那我们先来看看最简单的一个if 那什么是if 那比如说我现在给你一个变量 那叫possibility to ring 那它可能是在70%的情况下 可能会ring 或者是1% 那我现在给你一个possibility to ring 是大于0.8 那这个东西返回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值呢 这个东西返回的 实际上它返回的是一个boolean 这个东西它实际上 它返回的一个是布尔值 你看它返回的是个cho 那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possibility to ring 它是等于1的 所以你这个东西是大于0.8吗 也就是说我们来判断 你这个值去和0.8去比 是不是大 那返回的是一个cho 对吧 那我们再来看possibility to ring 是大于0.3吗 我们再去运算一下 OK 现在的possibility to ring 它确实是大于0.3 所以它也是返回的一个cho 好 那我们就可以通过这些东西来写一些程序了 那比如说 我现在的possibility to ring是一个0.7 好 那我就如果if 那这是一个python的关键字 如果你的possibility大于0.8的话 你看那我这个if后面的这个语句返回的是个什么东西 返回的是一个布尔值 cho或者是false 也就是说我这个if后面肯定是紧接着一个布尔值 如果这个东西成立的话 如果这个东西成立的话 我就会去运行这个if下面这个缩净 和它一样对应的缩净这里头的所有程序 你这里头可能有一行 可能有两行 可能有很多很多行 那我就会把这里头的每一行程序全部都运行一下 我就会把这个if 这个里头所有的程序全部都运行一下 那我这里头只有一行程序 当你这个condition 当你的这个成立的时候 我就会去运行这一句 这一句是把它打印出来 那你需要带雨伞 对吧 好 那这是第一个 那后面你会看到另外一个关键字 叫做elf elf 那实际上它是else if 那在python中间它是用的这种语法 那你可以理解成它是个else if 也就是说如果这个东西不成立的话 我就会走到下面一个这个地方 那我就会去判断else 就是或者就是另外 就是不能叫另外 else就是说如果上面不成立 那你现在该怎么办 对吧 else if 那现在该怎么办呢 我继续判断 现在的这个ring的possibility 是不是大于0.3 如果说它是大于0.3的话 那我就要运行这一句话 我就要运行这一句话 那什么时候运行这一句话呢 那你看 如果是大于0.8的话 那我就运行这一句 对吧 比如说我现在是0.9 那我就需要运行这一句 运行这一句之后 它还会运行这一句吗 它就不会了 为什么 因为你这边有一个else else就是说 在你之前的condition 没有成立的时候 我才会去执行这一句 在你前面的condition 没有 没有 没有被满足的时候 我才会去执行这一句 那这一句会怎么样 我这一句之前 再去判断一下 是不是大于0.3 然后再来决定 是 如果是的话 我才会去答应这句话 也就是说 这一行 它成立的范围是 要大于0.3 但是呢 是小于 等于0.8的 对吧 也就是说 它是大于0.3 小于等于0.8的 是在 是在这个情况下 它才会去执行这句话 你看 为什么呢 0.8的话 如果它的x是等于0.8的话 这一句 它是不满足的 不满足 所以它会到这边来判断 那这个时候 0.8是大于0.3的 所以 它会去执行这一句话 对吧 那好 那我们再往下看 那再来一个else else也就是说 上面 不满足的时候 怎么办 我这边没有elseif了 也就是说 上面都不满足的情况下 我就会执行这一句话 我不需要做if判断 我没有其他的if判断 我就会去执行这一句话 那我就会 OK 今天出太阳了 我们干脆出去玩吧 对吧 那我就会这么运行 那我现在你看 我现在的这个ring possibility是0.7 那我运行一下 会打印哪一句呢 那你看 这一句话 它的范围是叫大于0.8 这句话 它的范围是0.3到0.8 那这个else 它的范围实际上就是 小于等于0.3 对吧 就是小于等于0.3的时候 我会去执行这句话 那我现在来看一下 那我现在是执行的中间这句话 因为我的possibility to ring 是0.7 我就会执行中间这句话 所以在这边呢 大家的就是要学习这么几个东西 第一个是if l if 就想到else if 然后一个是else 然后另外一个呢 你这个if的最后 会有一个分号 然后呢 这个是if的一个 一个一个一个 就是if该需要执行的 也就是说 它是通过这个缩进 它是通过这个缩进来判断 那if需要执行多少 你比如说我这边在打印一些东西 比如说我这边打印一个a 对吧 我这边打印三行a 打印三行a 然后你这一块呢 是打印两行bbb 对吧 你这边打印两行bbb 然后我在这一块呢 我打印 我在这行打印两行cc 对吧 那也就是说和它缩进一样的地方 你都需要打印 那如果这个时候我再去运行的话 它就会打印这个 take your umbrella just in case 然后打印两行bb 对吧 它就会打印这个东西 也就是说 和你这个else相对应的所有的缩进 它这里头的程序 我都会去运行 都会去运行 那我们下面再看一个 再看一个例子 OK 现在我告诉你 我的card type 是一个 是一个debit card 是一个 活期储蓄 是一个存款 存款储蓄 然后它是一个活期的checking account 是一个活期存款 那好 那我这边来判断了 如果你的这个card 如果你的手上拿的这个卡 它是一个存款卡的话 它如果是一个存款卡的话 好 那这是第一个 我要来判断我拿的卡 是不是存款卡 那这边你会发现 我这边用的是等于等于 那等于等于 它是去做一个判断 那是 它会去做一个判断 并且返回一个true和false 对吧 那我就说 我要来判断 我这个卡是不是一个debit card 如果是的话 我就会执行这个if 缩进里面的所有的语句 OK 那我们就进来了 它确实是一个debit card 我就会执行它所有语句 OK 那它所有语句 它又来判断 它的这个card的type 是不是一个checking account 它是不是一个活期存 活 活期储蓄存款 它就看看 是不是一个活期的 活期储蓄存款 OK 然后你看 我这边就会print 如果是个活期储蓄存款 我再执行下一个的缩进 也就是说 这个的缩进 是对应着这个的if 对吧 那你这四行的缩进 是对应着这个大的if 然后你这个的缩进 是对应着这个的if 也就是说这个东西 它的scope 我们在讲程序的时候 都会讲它的一个 一个范围 一个作用范围 那这个 这个 if的作用范围 是包括这个print 那你这个大的if 的作用范围 是你这四行 对吧 是这四行 OK 那也就是说 首先我会来判断 card type 是不是等于debit 如果等于debit的情况下 我会去判断 你这个count type 是不是等于checking 如果是的话 我就print这个语句 如果说它是 它不是checking 那我就会打印 它是一个saving 对吧 那如果说你第一步判断 你就返回了false 那我就会直接去打印 这个else 这一步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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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步判断